大家好 高温夏季是多肉借克虫的高发期 一般平时我们的多肉出现借克虫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二维定虫米给它喷洒 但是 我们使用这种二维定虫米的话呢 如果大家不把握好技巧 对这个借克虫 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结合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 米醋 这种米醋家家乎乎的种 拿来对付借克虫有特效 原因呢就是借克虫 它表面的壳比较硬 我们再调好这个 阿维定虫米药水之后 然后再加入 千分之二的这种米醋 加入到这个药水当中 一起喷洒 因为这种米醋呢 喷洒到借克虫之后 它的壳就会软化 软化之后 这个药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呢 用这种米醋 对付借克虫 它有一种特效 那么大家 只要把握好了 我们的多肉 长借克虫 用了这种 沙虫药 才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为什么 借克虫 这么难处理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大家只要把握好这个技巧 就不是问题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